那當然相關的公式其實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剛剛那一串公式很擁長 實在做有問題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這邊有公式 再慢慢去 去踹一下,我想應該還是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那只是說怎麼樣做出後面的,像錄製聚集會比較簡單 如果你要錄製聚集的話,反正就是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 其實就是先把它貼到錄集這邊,你就是一樣彩排一下 彩排怎麼彩排 1,優標放在B2 2,打勾 3,向下填滿 其實跟上個禮拜那個一樣 這是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是清除,那清除怎麼清除 1,優標放在B2 2的話,記得快速組合鍵,Ctrl-Shift向下 3,Delete 那就三個步,一樣啦 跟上個禮拜講的那個錄製聚集,步驟一模一樣 你就把它錄製之後 變成兩個按鈕 那這個聚集的工作 表部分就完成了 那第三個話就是VBA VBA是什麼 輸出公式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第一個 我希望喔 可以按下這個按鈕,自動幫我把結果輸出 那輸出的話 所以做法1,就是先點Visual Basic 有沒有 2的話呢,就是先找到我的這個專案 因為我剛剛那個檔還沒關 所以這邊會兩個 應該是這一個,你不要放錯位置 然後在這一個專案的下方按右鍵 插入模組 記得喔,一定要是模組的 然後呢 我就開始寫 那先輸出公式的話就是跟剛剛一樣 Sub 然後那個模組的名稱叫什麼 叫 瓜弧自串好了 瓜弧 自 串 打錯了 瓜弧 然後公式好了,一樣喔 OK 然後 給一個名稱嘛,Enter 然後呢,我們就 那我就直接寫啦,我就直接寫那個 這個回圈是 4i 等於第幾列呢 因為為什麼要縮小 你看看 第2列到第10列 所以我就4i等於第2列 到第10列 那這個10可以把它寫成追蹤的 有沒有 自己想一下 反正每次都練習啦 我想你練習個5遍、10遍 應該也就不可能再忘記了吧 而且不要用死背的啦 理解 像我這些東西都理解,我就不用背了 很直覺的 有沒有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意思說 我要在這個範圍裡面輸出公式喔 那輸出的話就是一樣 Sales 哪個儲存格 第i列的 哪一欄 B欄 OK 那等於什麼呢 先兩個雙以後 那其實你寫出這樣的話其實就清楚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這一段 複製下來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刮鬍自鑽 清除好了 這個是清 清除的話其實就是 裡面就是給什麼 給那個空自鑽 所以這樣就清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把公式貼 貼過來改 所以我把這個公式 把它貼過來 有沒有 取消 然後再把它切到這個頁面 然後呢 直接就貼上 貼上之後呢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裡面的雙引號 雙引號有幾個 記得要小心喔 這個一個 所以你就一個 兩個嘛 當然還有另外一招 我有放在那個 雲露板跟各位講 你可以貼上 貼到記事本裡面取代啦 就是把一個雙引號取代成兩個 你就不用那麼累了 像我之前也是這樣改 常常 漏掉其中一個 那就出錯了 好像總共有八個吧 OK好 這樣就改完了 沒關係你就慢慢細心一點就改 OK好那這樣的話實際上呢 我們就完成了 輸出 公式 的VBA撰寫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輸出公式看看會不會OK 輸出了 但是沒東西 為什麼 這個忘了 這個還要改 裡面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A2這麼多 總共有 四個 A2嘛 所以改的方法我剛剛有講過啦 如果你在旁邊 氣口訣 還有嗎 先把2選起來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 把AND前後加空白 OK了 那有四個怎麼辦 其實交換一招啦 雙引號到雙引號 有沒有 這個就是頭跟尾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2的地方蓋過去就好了 因為你 其實做一遍嘛 其他都一樣 你幹嘛重做 又浪費時間 所以 這一招 只是說你複製貼到貼退地方 這個複製了 貼到這個A2的2把它蓋上去 這個一樣 選它 蓋上去 記得要不要蓋 要一定要把它整個蓋上去 2一定要把它蓋掉 如果沒蓋到你把它抵抵掉也可以啦 A2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你就把它執行 這邊就OK了 那這個是清除 有沒有 做法其實 你會發現 VBA輸出公式這件事情 真的是 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而且很好用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把它套 而且 你不是只有 只能輸出一欄 你可以輸出多欄 就多寫幾行 就整個就全部輸出了 所以你要做到 而且甚至跨工作表 比如說你很多工作表 做同樣的 你就一直跳 全部都OK了 然後甚至還可以後續延伸到 產生樞紐分析的報表 然後產生樞紐分析的圖表 他也可以自己畫 畫出來 通通都做完了 全部都串在一起 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 什麼呢 SUB 那個刮鬍自串 就像我們最後 我們三個按鈕 最後一個是 我們現在呢 輸出是公式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希望輸出的是結果的話 那我應該要 寫一個叫刮鬍自串 那這個刮鬍自串 那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你輸出的話 就不是看到這個公式 而是希望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難度就比較高啦 所以我這邊跟各位提示一下 因為這邊的話 我有講到VBA這邊已經有一個 函數叫 這個 這個INSTR 這個INSTR其實就是取代FINE函數啦 因為你FINE函數是尋找 錢瓜阿虎的位置 那可是喔如果我今天 假如 要用那個VBA裡面的方式來寫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就是 就是可以先找一下錢瓜阿虎的位置 那前面用FINE嘛 可是在 那個VBA裡面 他是用什麼 我先把它清掉 他是用那個 就是INSTR 所以 他有錢瓜阿虎 那我用A先放INSTR 就是VBA裡面的INSTR 這個函數 我也是用查的 我看一下 然後呢 FINE函數是先 找 哪個錢瓜阿虎 去哪邊找 那INSTR剛好顛倒 所以他是先到哪裡 先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這個儲存格的話 我們是SELLS 我們一樣用I列的A欄 先幫我去I列的A欄裡面找找看 所以 前面一樣先加一個FOR回圈好了 FORI等於 那個第2列到第10列一樣一個NEXT 然後我們先 幫我找錢瓜阿虎的位置 那去哪邊 去 這個地方找 找什麼呢 找錢瓜阿虎 然後 把找到的位置結果先幫我存在 A這個變數裡面 那所以如果找這個 這個應該是A等於3 然後 再多一個B B的話就是 處置一個 然後這邊給一個B 好了OK 然後把後面這個錢瓜阿虎改成後瓜阿虎 所以VPA的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寫成兩行 可以產生 變數 但是 ECELL裡面的公式不行 這個也是最大 公式不能做複雜的事情的原因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 把它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SELLS ID的B欄 所以呢 SELLS ID的 這邊改成B 輸出 等於 一樣用MID 那MID這個函數的名稱 BBA跟以SELLS一模一樣 MID 去切割什麼資料呢 切割SELLS ID的A欄 所以我拿這個來改好了 就是 把SELLS ID的A欄裡面的東西喔 幫我去切割 那從哪個字開始 從 前瓜阿虎位置 因為前瓜阿虎不是放A嗎 A加1 就是前瓜阿虎位置加1 幾個字 把後瓜阿虎 後瓜阿虎就放B 所以B 減掉 前瓜阿虎位置加A 多一個字就減1 這樣後瓜阿虎 OK 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有個問題 如果A 像照大鵬沒有前瓜阿虎 也沒有後瓜阿虎 所以A裡面都變0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會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 他這裡面的話 0加1是1 照這個字 後面幾個字 你會發現 把B 裡面也是0 A也是0 再減1 那變成負1 長度是負1 那一定發生錯誤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需要類似像那個 剛剛公式裡面的if ifl 判斷 在這裡一樣要做一個判斷 怎麼判斷 if 如果 當什麼情況下 我們才可以執行下面的程式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後面還會再講 如果 邏輯 有點像是一個閘門 如果A 什麼狀況下 才去做下面的事 當A不等於0 0 因為如果找不到的話 Instream回傳會跟你講說0 沒有找不到東西 找不到那個錢瓜糊 所以我們要什麼狀況下 才能夠做下面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一般我們會增加一個閘門 這個閘門有點像是 有點像你去搭那個 捷運的時候一定要刷優柯卡 才能進去嘛 所以這個有點像一個閘門 如果當 A不等於0的時候 所以把這個倒車回去 這個其實可以讓他倒車 他如果不等於0 才去切割 假如他等於0 那就跳過 所以按F8好了 跳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閘門判斷出 你裡面根本沒有錢瓜糊 如果沒有錢瓜糊 那你就不會做這件 切割的事情 就跳過去了 所以這個閘門有點像是 在Exale裡面的if or 如果我們找不到 那就跳過去 所以 這個後面我還會再講 所以你們大概知道一下 程式裡面就透過這個 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判斷 OK 判斷的方法很簡單 如果 中間是一個邏輯 後面一個then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這個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因為這一段程式 相對是比較 困難的啦 所以今天的話 等於又多講了 VBA的 兩種方法 一個是輸出公式 像這個是輸出公式 有沒有 裡面有東西 那這個是輸出結果 裡面是沒有東西 就是 空的還是空的 所以 把它清除掉 你輸出的話呢 就是空的還是空的 那輸出的話 只會有最後結果 當然這個好處就是說 他會 大大節省 Excel裡面儲存空間 還有 執行效率也會比較好 OK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的關係 所以 我會把今天講的這一段 程式也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一樣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 這個單元的第四頁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 我們 很快的就又講了另外一個 範例 然後 總共的話就是 錄製聚集 之後 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那今天已經出錢了 先把那個VBA 如何 自行撰寫的步驟 做個說明 難度其實還蠻高 但是如果你今天這個課 今天的 這三個小時內容 回去如果好好練習的話 那你後面要在 自行撰寫VBA 相信應該是會 比較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因為這個難度比較高 所以影片我有錄下來 所以假如你今天的 內容聽的有些地方 還是不太了解的話 我是建議 可以把影片部分 重新 再 看過 最終還是要實作 OK 好